哈囉大家好,我是楚喬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 也是我第一次拍的主題是 PTT和Dcard讓我買了什麼東西 意思就是呢 我因為Youtube 因為看Youtube影片 還有因為看Dcard文章 還有因為看PTT文章 讓我生活而買了這些東西 那這三個地方我都有看 然後因為這三個地方買的東西都不一樣 有一些是很多網友推的 有一些是看到幾個人特別推的 有一些是可能是Youtube聯名的 或者是大家怎麼搶都搶不到的 那裡面我對他們有喜歡 也有不喜歡 也有很無感的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 有因為就是看這些平台 生活而去買這些東西的話呢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講 你買了什麼東西 或者是你被我生活去買了什麼東西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講 你喜歡不喜歡也可以跟我講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 我都被這些平台生活了什麼東西呢 就請繼續看下去哦 首先呢講一個之前非常非常非常紅 但是現在好像已經很好買到的東西 它是Revelon的445 445唇膏 要是在D card上面看到 大家在推這一支唇膏 它的顏色是這樣子 我覺得它比我想像中的再桃紅了一點點 我想像中它比較偏向乾燥玫瑰 比較多帶一點膚色 但是這支唇膏我覺得 它不是每個人擦都好看 有些人擦會顯老氣 就是以我看到的文章 大家擦起來的感覺來講 但我覺得它還是 偏向適合大家的顏色啦 適合它可能真的就是少數而已 那這支擦起來是蠻滋潤的 而且它沒有什麼特別奇怪的味道 因為像有一些藥妝店的唇膏 香料味都會有一點太重 但是這個就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 然後它的顏色又是一個 蠻適合天天擦的顏色 所以之前就整個爆紅 然後超難買到 在台灣啦 但是在澳洲就很好買 在澳洲貨超多的 那之後台灣好像現在已經就是很好買到了 所以如果你對這支唇膏有興趣 但是你之前沒有搶到的話呢 現在應該可以去看看 它應該就是比較好買了 這是第一個因為低卡被生活的東西 尤其呢 你看這個數量 就可以知道 有一些還沒記到 看這個數量就可以知道 我被它們生活了多少次 那這個主要是在YouTube上面被生活的 這是凱莉娜的凱莉cosmetic的液態唇彩 那液態唇彩其實我不太喜歡他們家的質地 所以他們家的質地有一點點真的太乾了 很多擦在我嘴巴上 都會有一點 就看起來很乾 但是裡面有一支我人生中最愛的紅色唇膏 就是凱莉cosmetic的 herry joe k 這支紅色唇膏 真的是我人生中最愛的紅色唇彩 其實我之前有個試色影片 但是可以點這資訊卡去看 那試色影片沒有很多顏色 那這些都是我之後才買的 每一次凱莉只要出了一系列的東西 或是一個合作 或是幾支新顏色 在YouTube上面就會 超多YouTuber都刷色啊 或者是介紹他們 因為凱莉真的很紅很紅很紅 所以只要任何有關凱莉的話題 基本上觀看數點 因為綠都是很多的 所以才會這麼多YouTuber 都做凱莉的這個唇膏的試色 還有介紹 那我想我剛剛就是我還有 還沒寄來的唇彩嘛 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看 凱莉cosmetic的更新的話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講 我就是再把幾支沒試過的顏色 跟大家一起試試看 每一次凱莉的這個唇彩 只要一出什麼新顏色 幾分鐘內一定會被搶光 不管它的眼影啊還是什麼 只要新出什麼東西 幾分鐘內一定都會被搶光 所以每一次就看到有貨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全部都加到購物車裡面 就很怕會被搶光 所以就是莫名其妙就買了這麼多 所以這個是第二樣被YouTube生活的東西 接下來也是一個被YouTube生活的東西 那這個是一個YouTuber叫做Jackin Hill 他和一個美國品牌BECCA合出的打量 那這個色號是Champing Pop Jackin Hill因為他在YouTube是一個很大的頻道嘛 所以他一出之後呢幾乎每一個YouTuber都有在介紹這個打量 然後每一個YouTuber都說他是他什麼人生中用過最好的打量 幾乎每一個啦 都說是人生中用過最好的打量啊 很怕他之後會缺貨啊 要囤好幾塊啊什麼的 我就覺得哇真的有這麼厲害嗎 因為我自己個人也是一個非常喜歡打量的人嘛 所以我就馬上買了BECCA的Champing Pop 那時候是限量 我不知道他現在還有沒有 但是我不太確定 但是買回來之後呢 我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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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失望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打量這樣看雖然很美 但是實際他擦起來是有非常多的大量粉在裡面的 鏡頭看可能應該拍不出來 但是就是因為鏡頭拍不出來 所以每一個YouTube上面人家試色我都會覺得 哇真的好美喔 就是好想要擁有這塊這麼漂亮的打量 但是實際上我拿到之後 它裡面真的有很多亮粉 就是明顯的那種亮粉 那我就真的很不喜歡任何帶有亮粉的打量或是腮紅 我很喜歡珠光或是金屬光 就是光澤而不是亮粉在臉上 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塊打量我買來之後 大概只用過10次以內吧 我真的不是很喜歡它的打量 所以呢 這是因為YouTube而買的一個我不喜歡的產品 接下來也是一個因為YouTube而買的東西 我的東西幾乎都是因為YouTube而買的啦 因為畢竟我看YouTube的時間還是比看Dcon和PTT還要多 那這一個是Morphe的35歐眼影盤 那Morphe它幾乎提供給每一個YouTuber都有紅利連結 就是你用他們的代號去買 你可以被打折 但是他們也會得到紅利連結 所以因為這樣子就超多YouTuber介紹他們的眼影 那這一盤其實我買了兩盤 它之前有名的是35歐也是一直長期在大缺貨 永遠都買不到 那之後呢它分開出了35歐S和35歐M 35歐S就是35歐的全珠光版 35歐M就是35歐的全霧面版 那兩盤合起來就是35歐 所以如果你只想要一盤有霧面和珠光混合 你不是眼影控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買35歐就好 它還是一個非常非常漂亮的眼影 它的粉質其實我覺得算是非常好的 先隨便沾兩個顏色給大家試色 粉質是很細很顯色 但是我覺得它的暈染程度沒有說到非常非常好暈染 只是它的顏色選擇多 然後顏色又很美 它味又不會非常貴 所以我覺得其實還是算是可以下手的眼影 而且如果你是暖色大地色控的話 35歐真的非常非常適合你 它有很多其他的紫色調啊 綠色調啊 或者是一般的基礎咖啡色調 反正他們家的眼影就是我覺得你是彩妝新手 或者是你有要朝著彩妝師這條路發展的話 這是一個很好的入門品牌 因為它很多顏色可以選擇 就幾乎你要畫客人或是畫model的時候 幾乎每一個顏色都可以用得到 然後如果你是剛開始的新手 你的預算沒有很多的話 這牌子又不會很貴 所以我覺得其實算是蠻值得買的一個牌子 那你要買的話記得去一些YouTube上面 看有沒有它的那個折扣碼 你可以用它的折扣碼 去買會比較便宜一點 所以這個呢也是因為我YouTube而我被生活的東西 接下來講一個在YouTube和Dcard上面 都有都很紅的東西 其實不是這一支 我要講的是這支的407號 它就是一個類似也是乾燥玫瑰色 其實跟這個顏色還蠻像的 我的那支407呢 我真的找不到 我真的不知道它去哪裡了 407在台灣真的非常非常難買 真的要很碰運氣才買得到 然後如果你是等貨的話 也要等非常非常久 要等好幾個月 我妹是已經等到受不了了 這真的太久了 它直接叫我從澳洲幫它買了一支寄去 那澳洲呢也不好買 澳洲也是要特別去某些櫃上才會有 網路的話也是常常都在缺貨 這支是409 其實407和409最常缺貨 那407比409更少貨的意思 所以這支就是因為在Dcard上面 就是被討論到翻掉 這個在國外就好像比較少人在討論 但是澳洲這邊可能就是顏色美吧 所以可能還是缺貨缺的比較嚴重 或者是貨都到亞洲國家之類的 那Erica她在加拿大也說她407也是很少很少貨 幾乎都沒有 我不知道407到底是怎麼樣的狀況 我不知道為什麼她的貨會這麼的少 我覺得應該不只是因為PTT和Dcard討論的人很多 可能是她原本的貨就沒有很多 然後因為顏色又滿美的 所以可能大家才會特別的想要她到缺貨到現在都還是很難買 但是這個不是限量版 它是常態型產品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有耐心的話 其實慢慢等的話 是不用擔心買不到的 那407和409我自己都蠻喜歡的 407擦起來真的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厚 因為它叫漆光純油 所以是真的有一層那種很像玻璃光的那種感覺 那409的話 它擦起來是一個深紅色 這樣子 但是它這個深紅色它的光澤消失了之後 就是可能你講話喝水或是吃一些 不會太油的東西 它表面的氣光掉了之後呢 它會剩下一層淡淡的很像染唇液的效果 但是它的染唇液的效果是很均勻的 那種染唇液的效果 並不是看起來好像唇膏掉了 變成那種色塊不均的染唇液的效果 所以這次409我也是蠻喜歡的 只是天天擦它也有可能有一點太重了 407還是比較實用一點的顏色 這個也是因為PTT和Dcard買的東西 但是我自己非常的喜歡 你看用卸妝布擦 它的那個染唇液的效果還是在的 只是你用卸妝油的話 我是沒有發現有什麼卸不掉的問題 接下來講一個也是YouTube站我買的東西 這個是Anastasia的Modern Renaissance Palette 就是現代文藝復興眼影盤 這個呢它剛出的時候在YouTube上面也是每一個YouTuber的愛用品 或是每一個YouTuber的影片裡面都在用它 一直到現在都還是有YouTuber就持續在用它 就表示這一盤真的是深受很多YouTuber喜愛的 那這排...這排... 那這盤紅到台灣的時間比較久一點 就是YouTube已經一陣子了才紅到台灣的 它的顏色就是非常的美 它是那種帶了很多紅色調的暖色眼影盤 那Anastasia的眼影盤的粉質我覺得真的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好 它的粉質應該是我用過這個價位來講的眼影是最好粉質的 當然跟Natasha Denona或者是VCR那種比起來 是還差一點點 但是真的是非常細微的一點點 但是以它的這個價位來講 我覺得這個反而是比Natasha Denona或者是VCR更值得入手的眼影盤 Anastasia的眼影盤我覺得真幾乎每一盤的粉質都非常好 它又顯色 顏色又美 又好暈染 它粉質是偏向有點軟軟那種很好暈染 但是呢 它又不會掉粉 我真的覺得Anastasia的眼影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厲害 我真的非常推薦大家去買 但是要小心這一盤很多假貨 因為這盤真的太紅了 所以它很多假貨 如果要買的話一定要找信任的代購 或者是你直接從Beautylish網站訂可以直接寄到台灣 因為這盤它不是限量的 所以呢 你可以慢慢的考慮要不要買 只是我個人是非常非常推薦 像之前有一盤Selfmade 那一盤顏色也真的都非常美 而且粉質非常好 只是那一盤呢 它非常可惜的 它是限量的 但是我剛好有買到 我真的非常喜歡 所以我覺得如果以後Anastasia要新出什麼限量的眼影 如果顏色是你喜歡的 如果你在考慮的話呢 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那這個呢 是YouTube讓我買 讓我很愛的東西 接下來講一個YouTube讓我買的東西 這個東西呢 是Giorgio Armani的完美絲龍水慕絲粉底 為什麼名字我會記得這麼清楚呢 是因為我之前有做一個它的實測影片 大家可以點這個資訊卡去看 那如果你看過的話呢 就會知道 我對它的感覺並不是非常的好 那個影片裡面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以它這麼貴的價位來講 我覺得它的表現真的是很一般 雖然剛上妝 妝感非常美 這也是很多YouTube都有提到的 但是它的控油程度啊 還有持久力 我覺得都沒有以一個Giorgio Armani的 這個專櫃這麼貴的品牌的表現來講 我覺得都沒有達到它的標準 和YouTube幾乎都是看歐美的 台灣的YouTube我真的很少看 還是會看但是真的很少看 所以我被燒到不是因為台灣YouTuber的介紹 因為台灣YouTuber幾乎介紹這瓶都是業配 所以只能當廣告的看 在國外很多YouTuber都說 就是它的妝感非常美啊 然後也出現在很多人的愛用品裡面 所以我才被燒到才去買的 但是呢 我就真的沒有很喜歡它 所以這是一個被YouTube燒到 但是我沒有很喜歡的一個產品 接下來是一個被PTT燒到 但是我個人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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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一個東西 這個是YSL的唇膏 但是呢它是限量版的 它是幾年前的一個聖誕節的版本 這個是40號 40號 這個40號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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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 這40號 我要講40號了 這個40號呢 它是一個帶橘的紅色 通常我是不會喜歡這種顏色的 這個真的我現在珍惜到連試色都 只是一點點 因為我不想要用完 通常我是不會喜歡這種 偏向有一點點螢光 帶橘的紅色的 但是 BUT 這支唇膏擦起來 會讓整個臉的氣色變得非常的亮 會有那種白裡透紅的感覺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顏色的魔力在哪裡 但是我已經嘗試了非常非常久要找到類似的顏色 我都找不到 所以如果有網友知道有什麼顏色很類似這個顏色呢 一定要拜託 拜託留言跟我講 不管是專櫃的還是評價的 拜託一定要留言跟我講好嗎 感謝你 因為呢 我現在真的已經不捨得再擦它了 真的很怕我有一天把它擦完 那那天到來之後 我沒有它了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真的就是這麼誇張 我真的是愛它到這麼誇張 我之前有一個透明感唇膏的介紹 在這個資訊欄可以點去看 我有試色 你就可以知道它擦起來是 讓氣色變得多麼的好 而且每次擦這支的時候 影片或是照片 我沒有講擦什麼 都會有網友問說擦的是什麼唇膏 我覺得我現在必須擦給大家看 不然你們沒有辦法了解 我是多麼的愛它 你們會覺得我浮誇了 但是真的沒有 剛剛那支唇膏也是以為我跟它有像我才買的 但是其實沒有很像 你看它 它是不是就是有這樣整個臉色 就是整個皮膚都有那種白裡透紅的感覺 我真的不知道這支的魔力在哪裡 它就是一支很橘紅又有點螢光 但是卻可以天天擦不會太突兀的顏色 然後YSL的這個質地 大家應該也知道就是非常的輕薄 而且擦起來很舒服 完全沒有擦唇膏的感覺 但是顏色又很顯色很持久 所以呢 YSL的唇膏 就是這系列我真的是蠻推薦的 雖然現在買不到這個顏色 但是它很多其他顏色都很好看 PTT讓我買 然後我非常非常非常愛的一個唇膏 接下來最後一樣東西了 主要好像是Dcard PTT好像也有一點點 但是不是YT 這個是KMAK的PW38斜色感腮紅 那這個塞紅在紅的時候 其實我人已經在澳洲了 就是 是有這個KMAK的櫃可以去買 但是每一次經過 永遠都是缺貨的狀態 畢竟就是櫃很小 然後販售點又很少 然後要買的人太多 所以幾乎在澳洲是根本就是買不到的 那這個是我叫我妹從台灣幫我寄來 我們兩個真的是瘋狂的姐妹 就是為了彩妝就是 雖然可以等 但是不想等 然後就互相叫對方寄來繼續這些東西 但是我覺得是值得的 因為那時候我在Dcard上面看到大家的試色的時候 我就真的非常愛這個顏色 你現在看會覺得它是一個很紫 好像有點可怕的顏色 但是你上在臉上之後呢 我今天不是用這個啦 它會是一個很像 講難聽點是反紅 講好聽一點就是運動完的那種 自然的紅潤感的那種感覺 的一個腮紅 它可以淡擦 淡擦也是蠻自然的 然後後擦就是會有一點 就是會像運動完那種 有些人血管比較薄啊 會透出那種 就是臉上會有自然的紅潤感的那種顏色 因為它顏色這麼深 但是呢 它非常好暈染 所以不用怕它會因為太深啊 擦上去結塊很不自然 很像小丑什麼的 都不用擔心 PW38這一塊腮紅 我覺得也是蠻值得入手的一塊腮紅 那這個是主要是迪卡 讓我買 然後讓我很愛的一個產品 那以上呢就是 各大平台 讓我生活 讓我買了什麼東西的分享 那不要忘記留言跟我講 有什麼平台 讓你生活什麼東西 要去買的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下次還想要看更多這類型的影片的話呢 別忘記幫我按讚 然後每個禮拜二禮拜五晚上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大家下次見囉 掰掰